美国长短债息倒挂,周末就业数据未如理想,美国加息周期有望提早结束,一般相信,长短债息倒挂,预示经济周期见顶,对美股后市不利,在此之前,本栏亦以今年美国国经济谷道流被血为由。 看淡美股后市前景,现在看来,美股的弱势,或教管难原先看发更淡。话虽如此,读者必须明白,影响股市的因素众多,利率周期不过是众多因素之一。 事实上,即使是利率周期对资产价格的影响,也不是铁板一块,加息一方面可被视为经济因因向荣的佐证,于是企业盈利持续向上,有利资产价格升值,也可以被视为收紧市场流动性,以及增加市场的无风险利率,对资产价格不利,同样道理,减息可以视为经济周期回落的证据,不利资产价格,也可以视为央行向市场释放流动性。 以及减低市场的无风险利率,利好资产价格,美股估值高盈利能力新高难容许出错,市场的最终走向,还得从资产目前的估值及企业的盈利水平判断,如果资产价格已持续多年向上,企业的盈利回报率利润率及股本回报率已达到经济顶峰的水平。 一旦经济下滑,企业没有足够的水位透过进一步,提升效率增加每股盈利。 那最终的结果,将市盈利周期随着经济周期下行,在每股盈利持续向下的压力下,即使资本成本及无风险利率下调,也够不了资产的价格。 现时,标普500指数的市盈率约18倍,股本回报率约17.5%,差不多是历来蓝丑企业,最佳盈利表现的年份,偏高的估值加上创纪录的盈利能力,容许出错的空间很少,政府增持有助改善日企管治水平。 另一个本难重点关注的日本市场,东正指数的市盈率约12.7倍,股本回报率9.3%,企业营运效率是三个指数中最差的。 不过,近年日本企业积极增加股份回购,提高派息比率,有助增加股东回报。 另外,近年亦有愈来愈多上市公司增加资讯发放的透明度。 加上日本政府以增持日估,作为其量宽货币政策的其中一个重要手段,有助提升日估的企业管治,及改善股份的供求关系。 相比之下,恒生指数目前估值约9.9倍,股本回报率12.3%,企业营运效率不如美国上市蓝丑,但估值只及美国一半,为市场潜在跌幅提供一个较佳的防护网。 港股股值在三个主要指数中最低,部分是因为指数太多股东,资金回报率偏低及增长潜力欠佳的金融类股份。 非金融类股份的平均估值,不一定比美国或日本同类股份便宜,相对于三地的无风险利率。 目前美国一零年国库债券,利率是三个市场中最高的,最新部2.85厘,标普500股息率指得2.04厘,教债券折让0.81个百分点。 虽然港元与美元挂勾,由于本港银行存款长期水浸,金管局一零年期债息指得2.16厘。 港股股息教港元债息高约1.69个百分点。 日本利率为全球最低之一,10年债息指得0.05厘。 日股股息教债券利率的日价最高,达到2.26个百分点。 若以股息与债息风险日价计,日股其实是三个市场中最吸引的, 大部分日本上市公司财政都极之健全,绝小会大额举债, 令他们有很大的空间透过,进一步回购股份及增加派息, 增加股本回报率及股东总投资回报, 港地产商负债比率低具增派息空间, 若嫌日股太遥远,香港地产商平均负债比率少于百分之十, 股息覆盖率高于两倍, 一样有很大的空间增加派息及进行大规模的股份回购计划。 资本结构优化力度够大, 对个别企业往往能产生比经济周期更深远的效果。